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七年前是国内国立医学中心首座的城大医院失智症中心,也首创失智照护咨询盟诊。 今年度过七岁生日,催生失智症中心的城医神经部阻治医师白明旗指此中心已连结地方掌照资源。 城医并有失智症治疗专区有疑似失智征兆的民众可利用看诊,避免延误病情。 城医指出该院失智症中心曾三度获得国家品质标章,酬组运作台南失智研究联盟失智症专科医师承接卫福部南市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计划,担负跨领域失智症知识传授与对社会大众宣导正确防治失智两方的重任。 身兼成医失智症中心主任的白明旗表示,依人口与失智症发生率概括,男士65岁以上的老年失智患者到去年底统计约有13000余人。 零有身障手册的失智老人有4648人,失智老人有增加趋势。 对步入高龄化社会的台南来说,值得民众重视这问题。 白医师说,成医失智症中心设有诊疗专区,内有诊疗间,心理师咨询室与共照中心会谈试,功能相当齐全,民众若有记忆力衰退,外出迷路,妄想,幻觉,判断力差,行为障碍,会大吼大叫等不正常行为情形,这些是失智症可能的征兆,千万不能大意,可寻求成医失智症中心的协助。